好 另外我们就要带您看到 这是华硕的手机大战开打咯 四款新手机 今天在台湾举办全球的首卖会 而最吸引人的是它的价格 最低阶的机种只要4490块钱 手机价格一出 全场震惊 华硕董事长施崇棠 亲自主持新机首卖会 五寸低阶的Zenfone只要4490元 而六寸的高阶手机7000元不到 摆明大打价格战 博士崇棠不以为然 第一个就是说 好的手机是不是一定要很贵 第二个就是说 平价手机难道不能够很美吗 所以这次我们可以说是卯足了劲 希望能够让绝大多数人 可以真正的享受到高级奢华 最美最棒的Zenfone 不只手机价格犀利 华硕这次首卖会办在台大体育场 大打行销战 找来进签名粉丝赛爆会场 还把代言人肖敬腾请来 当场cosplay最行的赖贴图 电信三雄高层也出席力挺 就是要打败外号评价神器的小米机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做这种饥饿行销这种做法 其实不是华硕的风格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 把这个整个体验品做到最好 然后我们拼命的生产 如果万一了 就是也是秒杀 那也请大家稍微原谅一下 虽然绝口不提小米 但批评饥饿行销的话 言外之意就是呛下小米 以华硕 Zenfone 6跟红米 Note 加强版比一比 虽然华硕价格贵一点 但手机大0.5寸 处理器跟相机画素也是两家 不分胜负 低价手机大行其道 华硕要可Zenfone图围 跟小米展开低价大战 三星文的韵风海中台北报导